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签署命令解散最高拉达议会 并确定7月21号提前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 据乌总统网站通报 命令说解散议会是因为执政联盟已经不存在 命令同时择偿政府确保选举所需的资金及时到位 泽连斯基于5月20号宣誓就任乌克兰总统 他领导的人民公普党创建不久 在本届议会没有席位 乌克兰新一届议会选举原定于10月27号举行 此间有报道分析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将会使人民公普党进入议会 并在阻隔谈判中掌握主动